我的前夫在大陆有发起诉书给我 原因就是他看不见天怡 如果天怡自己说选择放弃跟我生活 然后回去大陆跟他在一起 然后今天律师把法院通知开庭的通知书发给我 他所欠的天怡的抚养费 共计人民币是11万多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肖肖 你看背了好多东西 我现在要把给阿乌准备入园的东西先送去幼儿园 我今天终于引来了好消息 天怡的抚养权的最新进展 然后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 再稍等我一下下 我把它送过去就跟大家去聊聊 第一次在台湾准备小朋友进幼儿园之前的东西 然后因为很多到吃碗的盆 吃碗的盆 到睡觉的被子 然后还有茶的屁屁膏什么 就很多 然后我就问我Lib里面的朋友 我说正常在哪边能一站式买完 大家都提了好多意见 后来有人跟我讲说 小北百货是北部妈妈的最爱 24小时可以营业的 然后我就在想白天我们真的很忙 后来就晚上抽空 去了小北百货 我的店进去以后真的让我惊讶 什么东西都有 万件商品都不夸张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东西虽然很多 但是符合幼儿园尺寸的 然后样子的好像没有找到很全 所以昨天又跟老肖去加勒福 维新这些地方 把零零碎碎的都买了 突然发现孩子去一趟幼稚园 真的太不容易了 准备的东西真的是超多 好了 已经都准备完了 马上送过去 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好 交完幼庆的东西我出来了 迫不及待的想现在就跟你们分享 你看我还没回去 一只狗狗在陪我 我站在路边的这个长椅上 一直关注萧萧的应该知道 就是萧爸萧妈这次回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着急 主要就是因为我的前夫在大陆 有发起诉书给我 让我归还抚养权 原因就是他看不见天移 说没办法看见他 觉得我剥夺了他的那个探视权 后来萧爸回去以后 积极的就是帮我联系了律师 当然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亲戚 他是在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就帮我们把这个案件接下来了 其实当时接下来以后 他觉得问题不大 为什么就是因为第一个 他不能探视不是我主观决定的 就是我故意带着孩子躲到哪个地方 不让他去看 或者他上门了以后 我拒绝他来看孩子 我没有这样的行为 他也没有证据 证明说是因为我的主观意识 不让他看孩子 那来到台湾是因为我驾到这边 而不是说为了躲避他 所以把孩子带到这边来 那当然台湾你如果有本事来 你可以来 我没有说在里面做任何的一个小动作 阻扰他过来 所以他这个诉讼就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大陆的一个法律就是 如果说八岁以上的孩子 他是有一个选择自主权 也就是说如果天怡自己说 选择放弃跟我生活 然后回去大陆跟他在一起 那他是有可能就是抢回 那个天怡的一个抚养权 但是天怡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我身边 这种事情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当时在开庭的时候 也当时也连线了天怡 用微信连线了天怡 然后明确的法官在问她 她的意愿 天怡也是明确的回复了 说我不愿意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在台湾 所以他起诉我的这个案件 也就是完全的败诉 就是当庭就是宣判说没有办法 就是结束了 这件事情就是不了了事 其实还没到开庭 我觉得应该属于是庭外和解的那个阶段 因为我自己没到法院的那个现场去 我感觉是应该不会是像电视上面那种 开庭的那种方式 应该是调解阶段的那种 就在那个阶段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把天怡要回去 完全是无力取闹 其实小爸小妈回去的那段时间 他有到我家里面去找过小爸小妈 态度是依旧的十分恶劣 很没素质的那样 后来是打了大陆的110 然后让他离开我们家 其实从跟他拿完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不会付那个抚养费的 他的性格因为我太了解了 我也不强求 当时我的心态是我也不强求 因为我不想因为每个月2000块跟他扯不清比不清的关系 但是经过他起诉我的这件事情 我发现他好像根本就不领我的情 他觉得而且把不付天怡的抚养费 感觉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 或者说是理所当然 没有觉得是亏欠 而且他上门去对小爸小妈的态度真的让我觉得这种人不给他一点教训 他会觉得我们家是比较老实的人可以欺负到底的那种 所以后来他的那个案件结束了过后 我就跟小爸直接找之前的那个律师帮我写起诉书 对他的抚养费做一个就是追缴 归还 如果他现在在大陆过得很辛苦 那我觉得算了 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件事情也就不跟他再说了 但是那件事情过后就起诉我的那件事情过后 我有朋友也会说经常在酒吧那些娱乐场所看到他 就是基本上他的现在生活也处于吃喝玩乐的状态 那我考虑了一下 天怡慢慢的大了 与其让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责任去潇洒去挥霍的话 不如把那笔钱给要回来 至少还可以给天怡存一笔钱 让他有一个保障 哦 狗狗也在听我讲话 谢谢你哦 所以我就跟小爸商量 正式的起诉他 然后起诉书交上去 其实已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今天律师把法院通知开庭的那个通知书发给我 是下个月的三号 阿乌又在家里面闹人了 我现在边走边跟大家说 然后我的主要诉求就是归还 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 他所欠的天怡的抚养费 共计人民币是11万多 我也当 我今天也问了律师 像我这样的诉讼 就是成功 胜诉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他说是百分之百 因为离婚协议上边就是白字黑字写得很清楚 他是赖不掉的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他败诉了 但是他不给钱 那律师今天也跟我再讲 如果说他不给钱的话 法院会进行强制执行 也就是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 还有他的支付宝 还有包括微信里面的所有钱 他会冻结起来 然后强制执行再拨到我的户头上 但是他还是可以钻空子 也就是说他把资产转移到他妈妈的名下 或者他爸爸的名下 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 发现他所有的存款都没有 也就是没有资产可以执行 那我也问了律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会怎么办 他说法院会把它设定为老赖 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懂不懂这个 就是大陆会有一个限制高消费的那种 老赖名单 就是欠的钱不还的那种 那如果变成这个老赖名单的话 就会限制他什么买飞机票或者高消费 我们代理的律师讲他现在那么年轻 应该不会让自己变成老赖的名单 因为他要用身份证如果真的是变成那个名单的话 就是以后他工作或者出去用身份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潇潇追讨偏移抚养费的这个事情 长路慢慢真的也很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忍让了很久很久 一直被欺负到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是我决定反击的开始 我也觉得我好像嫁到台湾来以后变得勇敢了很多 其实不管到最后结果怎么样 然后钱到底能不能要过来 真的结果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十分的重要 至少说我为天一的正当权益去努力过 我觉得我们家天一姐姐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好了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些 我也到家了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天一这件事情的关心 后续还有什么进展的话 我肯定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分享 让你们放心 今天比较让人开心的消息 就是天一永远都不会离开台湾 谢谢所有关心喜欢天一的朋友 所以请你们放心 好了 下面期待我们6月3号开庭后 萧萧给大家的回复 希望是个好消息 拜拜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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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